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蓝色的老虎 绿色的蜘蛛 橙色的企鹅 这本是什么呀 混凝土的美好世界 我一直在找这本书呢 这本是你的书吗 爸爸 这是我从图书馆里借来的一本书 什么是图书馆呀 是一个你可以借书回来的地方 等你看完了一本书 你要再还回去 但是猪爸爸忘记把这本书还回去了 对吧 我已经借了很长时间了 没事的 你明天还回去就好了 但现在该睡觉了 我要等爸爸读完这个故事才睡觉 这个可不能算是故事 佩奇 拜托了 爸爸 读一下嘛 好吧 滚凳凝土的美好世界 滚凝土 它是盖房子用的一种材料 由沙子 水 还有化学添加剂组成 第一张 沙子 佩奇 乔治 还有猪妈妈都睡着了 现在是早上 佩奇和她的家人来到了图书馆 哇哦 这里有好多书呀 噓 佩奇 在图书馆里面你一定要安静 为什么 因为大家来这里是看书的 所以要安静一点 好 下一位 兔小姐 是图书管理员 你好啊 猪妈妈 你来还这些书吗 是的 兔小姐 稍等一下 为什么那台电脑一直在响 因为电脑在检查 你有没有很调皮 借书借了很长时间 这本书我可能借的时间有点长了 别担心 猪爸爸 应该不会很久吧 天呐 我说猪爸爸 这本书你居然已经借了十年了 淘气的爸爸 对不起 兔小姐 不过没关系 现在你可以借其他的书了 兔小姐 我和乔治可不可以在这里借书 可以 儿童借书区就在这边呢 哦 你看 仙女 花朵 漂亮的裙子 你好啊 佩奇 你好啊 丹尼 我借了一本关于足球的书 你好啊 佩奇 你好 苏西 我借了一本关于护士的书 乔治选了一本关于恐龙的书 恐龙 看我找到了什么 混凝土世界的再一次探险 这儿有本红猴子的故事书 不要再听红猴子的故事了 因为很无聊 但这个故事不一样 说不定更有意思呢 我觉得不是 很久很久以前 这儿有一只红猴子 它洗了个澡 刷了牙 然后去睡觉了 不是 它跳上了火箭 飞向了月球 哦 它和恐龙一起野餐 哦 在海底游泳 还爬到了最高的山上 它的一天还挺忙的 结束了 哦 再读一遍吧 我们可以借回家 然后在家里读它 对吧 但是我本来是要选择这本书或者这本书 如果你想要的话 你可以带三本书回家 太好了 但是你一定要记得 准时把它们还回来哦 好的 兔小姐 怕有你 你也要记得把你借的这些书还回来 猪爸爸 我一定会提醒爸爸来还书的 好的 佩奇 我相信你可以的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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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小熊泰迪 今天是佩奇上幼儿园的日子 爸爸 今天幼儿园的小熊泰迪要住我们家 哦 小熊泰迪是我们学校的吉祥物 今天轮到佩奇把她带回家了 她会带着她的睡衣 她的相册 还有她的牙刷一起来 这些都在她的小小旅行箱里 我明白了 佩奇 猪爸爸还有小熊泰迪一起回家了 猪妈妈 今天有一位特别的朋友要住在我们家 真的吗 谁要来 是幼儿园的小熊泰迪 她带着她的睡衣和她的相册 还有她的牙刷一起来了 为什么要带相册一起来 因为我们要带她去做一些好玩的事 然后拍下来 我的朋友们已经带着小熊泰迪走遍了全世界 伦敦 巴黎 埃及 真有趣 小熊泰迪的日子过得还真是精彩 我希望她也能在我们家过得很精彩 佩奇和乔治睡觉的时间到了 大家好啊 这是幼儿园的小熊泰迪 你们好啊 她是我们的特别客人 你们都应该给她让个喂 哦 这位是恐龙先生 不过她不太善于教她 我们来拍几张照片放到她的相册里 说茄子 茄子 对 爸爸 明天小熊泰迪想要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可以吗 所以我们可以去北极吗 呃 去趟超市怎么样啊 可以啊 我觉得小熊泰迪她以前肯定没有去过超市 现在是早上 佩奇带着小熊泰迪来到了超市 嘿嘿嘿 这个商店什么都有的 有虫子 有苹果 还有香蕉 这里 真的很有趣啊 嘿嘿嘿 这里是收银台 你买的所有东西要在这里付钱 嘿嘿嘿 乔治想拍一张照片 好的 乔治 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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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 照片拍得差不多了 乔治 嘿嘿嘿 哦 小熊泰迪去哪里了 幼儿园的小熊泰迪不见了 爸爸 你把小熊泰迪给弄丢了 别担心佩奇 我们肯定能够找到她的 回来了 今天怎么样 爸爸把小熊泰迪弄丢了 哦 天哪 但我已经想到怎么找她了 我们要怎样才能找到小熊泰迪呢 爸爸 第一步 把拍的所有照片打印出来 猪妈妈把东西拿了出来 你们要去哪里 我们要去把小熊泰迪的那些照片贴在树上 哦 爸爸 等等我 我们为什么要把照片贴在树上呢 如果有谁看到了小熊泰迪的照片 就知道她走失了 这样就能帮我们找到她 哦 这张是泰迪在我的床上 嘿嘿 这张是泰迪在厨房里面 嘿嘿嘿 还有这些都是乔治拍的照片 那时候我们在超市里 哦 是小熊泰迪 我知道她在哪里了 哦 你好 妈妈 我们知道小熊泰迪在什么地方了 哈哈 她和番茄意大利面一起被放在了购物袋里 哈哈哈 佩奇要给朋友们展示泰迪在她家时拍的照片 本来我很担心 我怕幼儿园的小熊泰迪和我们在一起时不会有好玩的事 不过幸运的是 我的爸爸在超市把他给弄丢了 哦 但是我们又找到了他 就在购物袋里 哦 这还真是个精彩的冒险啊 没错 是很精彩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洗衣服 今天早上猪爸爸在洗衣服 爸爸 这就是什么衣服啊 这是我的足球服啊 猪爸爸今天下午要去踢足球 哦 但是我要先去工作 一会儿见 再见 再见 可怜的爸爸 他必须得去上班了 可怜的猪爸爸 来吧 我们来玩吧 好的 我们来玩吧 佩奇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乔治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猪妈妈也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哦 糟糕 妈妈 爸爸的足球服被我们弄脏了 上面都是泥 别担心 我们洗一下就好 我们很快就可以洗完 猪爸爸不会知道他被泥溅倒过 我们再去多找点东西放进洗衣机里 哦 我的裙子上也见到泥了 猪妈妈和乔治找到了更多要洗的东西 非常好 乔治 我们把脏衣服放进去 然后启动洗衣机 很快 洗衣机里充满了肥皂水 洗呀洗洗呀洗 洗呀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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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迹使整个房间都震动了起来 哦 佩奇 你的裙子呢 我把它放进去洗了呀 什么 哦 糟糕 呵呵呵 看呀妈妈 我的红裙子干净的和新的一样 是的 佩奇 但是你看别的衣服变成什么样了 哦 糟糕 佩奇的红裙子把其他白色的衣服染成了粉色 对足球服来说 粉色好像有点不太合适 哦 猪爸爸下班回家了 你们大家好啊 你好 爸爸 啊 猪爸爸 我们现在有个小问题 那个 呵呵 一会儿再说吧 猪妈妈 我要快点准备去踢足球了 我的足球服去哪儿了 在这儿 佩奇 你个小糊涂 这是猪妈妈的裙子啊 是粉色的 不是的 猪爸爸 这件就是你的足球服 它沾上了一点点泥 所以我们把它洗了 但是洗的时候出了一点问题 对不起 爸爸 但我不能穿粉色的足球服去踢球啊 为什么不行 爸爸 粉色是很好看的颜色 嗯 你觉得呢 乔治 不好看 乔治一点也不喜欢粉色 猪爸爸的朋友们来了 公牛先生 兔子先生 马先生和斑马先生 嗯 猪爸爸准备好去踢球了吗 他马上就出来了 他们都是穿白色的 我需要一件白色的衣服 但是爸爸 你已经有白色的衣服了 能把你的外套脱掉吗 看见了吧 真是 太棒了 谢谢你 佩奇 你们大家好啊 你好啊 猪爸爸 猪爸爸 我喜欢你的衬衫 悲伤时髦 谢谢 走吧 我们去踢足球吧 好啊 进球了 太棒了 太棒了 爸爸 你又把你的衬衫给弄脏了 当然了 佩奇 踢足球时 足球服肯定会被弄脏的 猪爸爸喜欢踢足球 大家都喜欢踢足球 尤其是在地上有泥的时候 消防车 猪妈妈打扮成了消防员 妈妈 你为什么要打扮成这样呢 因为我要去参加妈妈消防联盟的练习呀 这是你们聚在一起喝茶聊天的好借口 怎么 那你今天干什么呢 猪爸爸 我和爸爸足球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要开 不就是你们一群成年男人聚在一起踢足球吗 我们还要一起吃烧烤呢 公牛先生 兔先生 马先生 还有斑马先生都来了 猪爸爸准备好一起玩了吗 走吧 妈妈 我们能去看看消防联盟吗 当然 哦 太好了 这里是兔小姐的消防站 你们好啊 佩奇和乔治 进来看看消防车吧 哇 消防车 那儿有把梯子用来爬高 这根水管是用来喷水的 这大铃铛起到警示作用 叮当 叮当 现在 folder 一14辆 我们到上面去吧 看看有没有火情 你们大家好 你好啊 佩奇 你好啊 乔治 说 有谁想要来喝杯茶再聊会儿天呢 听上去很不错 哦 一个电话 佩奇 那个是消防电话 只能在有火情的时候才能用 哦 着火了 着火了 你好 消防站 哪里着火了 哪里着火了 我能和猪妈妈说话吗 谢谢 哦 是猪爸爸 猪爸爸 你不应该打这个电话的 这是紧急情况时才使用的 可我就是有紧急情况啊 我到处都找不到番茄酱 怎么办呢 猪爸爸 我现在要把烧烤炉点着吗 好的 麻烦你了兔先生 烧烤的时候你们要小心点 相信我们猪妈妈 我们这些爸爸都知道怎么烧烤的 再见 我觉得可能需要再加点炭 需要再来一点风 我觉得还应该再加点营火物 好了 我们只能等等看有没有火情 那么我们要等多长时间呢 呃 我们可能要等很久哦 我就已经等了很久了 那你一共灭了多少次火呢 兔小姐 呃 没有 从来没有着过火 但我们要随时准备着 消防电话又响了 哦 你可以来接 佩琪 说不定又是你爸爸 好的 你好 这里是消防站 你好 佩琪 哦 爸爸 真的是你呀 你实在是太淘气了 这可是消防专用电话 你知道吗 你能让兔小姐接电话吗 你是个好孩子 爸爸说让你来接电话 你好啊 猪爸爸 这个电话是消防专用的 这能是 着火了 着火了 哦 糟糕 哦 糟糕 猪爸爸的烧烤炉着火了 着火了 着火了 妈妈没有到处都变火了 哇 抓紧了 结果了 结果了 名头 名头 希莽 吐小姐的消防车来了 太好了 快往后退 爸爸们 狗妈妈 打开消防车的水 好的 猪妈妈 火被扑灭了 太好了 谢谢你救了我们兔小姐 不用客气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这是妈妈消防联盟该做的 多亏了兔小姐 好心地用水浇了我们的花园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这些泥坑里跳来跳去了 是啊 我非常喜欢消防车 尤其是他帮我们交出了泥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纸飞机 猪爸爸正在为上班做准备 好了 我要的文件都带齐了 再见 再见爸爸 妈妈 我们能做点什么事情吗 可以啊 你们想做什么 恐龙 真是的 乔治 不管是什么事情 你就只会说恐龙这个词 我们就来坐一架飞机 乔治非常喜欢飞机 我们是不是可以坐一架能飞的飞机啊 妈妈 当然 只需要用一些纸就能做了 我们知道哪里可以找到纸 工作室里有很多已经用过的纸 妈妈 纸来了 非常好 竹妈妈现在准备给大家折一个纸飞机 把纸像这样对折 哈哈哈哈 再将一端的两个角折起来 接着再折一下 做成一个尖尖的角 然后把两边像这样折起来 是纸坐的飞机 哦 哈哈哈哈 来看看飞机能不能飞 准备好预备 飞 哦 竹妈妈的纸飞机降落到了一棵树的上面 轮到我了 呜 佩奇的纸飞机在一个花盆里着陆了 轮到你了 乔治 乔治的纸飞机在空中翻了个跟头 然后降落到了鸭子的池塘里 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们来折一个大大的飞机吧 那么我们需要一张很大很大的纸 哈哈哈哈 这里有一张很大很大的蓝色的纸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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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奇和乔治坐了一个大大的蓝色纸飞机 嘿嘿嘿嘿嘿嘿 周爸爸 爸爸 好好 你们大家好啊 你不是在上班吗 没错 但是我忘了带一些非常重要的文件 爸爸 你看我们正在转纸飞机 我们做了一架超级大的纸飞机 罩 真是 真是 太棒了 你需要一个力气很大的人 来帮助他起飞 准备好 预备 飞吧 这个大大的蓝色飞机 飞得非常高 非常远 飞机一直在飞呢 再见了 飞机 呵呵呵 再见 好了 现在我需要去找我的那些重要的文件了 有没有人见过我的那些文件呢 要不你跟我来看看吧 这个是不是你的重要文件 是的 这是其中一张 那么再来看看这一张是不是你的重要文件呀 爸爸 没错 谢谢你 佩琪 我们为什么要来鸭子的池塘呢 哦 我知道了 谢谢你了 鸭太太 现在我还缺最后一份文件了 是一张很大的蓝色的纸 是大大的 而且是蓝色 是不是像那个被你飞得远远的纸飞机呢 爸爸 哦 我们还对着他说再见的那个 是的 也许我应该给办公室打个电话 这里是猪爸爸的办公室 你好 猪爸爸 你找到那些文件了吗 我只找到一部分 我们最需要的是那张大的蓝色图纸 这个恐怕有点麻烦了 它被爸爸扔掉了 它被扔掉了吗 它飞呀 飞呀 飞得很远很远 哦 在这儿呢 它刚刚落到我的桌子上了 什么 这真是个不错的主意啊 把这张蓝色的图纸折成纸飞机飞过来给我们 哦 没错 是的 你肯定不知道我可是一个扔东西的专家呢 谢谢你 猪爸爸 现在蓝色图纸已经送达了 接下来的时间猪爸爸就可以休息一下了 啊 真是不错 爸爸 把你的报纸给我们好吗 用来干什么 我们想用你的报纸来遮纸飞机 猪爷爷的电脑 佩奇和乔治来猪爷爷和猪奶奶家里玩 你好 爷爷 你好 爷爷 这个是什么 原来是个不顾鸟钟 是的 他会叫不咕不咕 可是他现在坏了 你能不能把它修好呢 爷爷 嗯 把这个钟拿到我的小屋里去吧 这里是猪爷爷的小屋 猪爷爷就在这里修理东西 让我来看看钟的里面 天哪 爷爷 这下你把这个钟彻底弄坏了 哦 我记得我好像有本关于钟表的书 啊 它在这儿呢 钟表工作的原理 猪爷爷终于修好了不顾鸟钟 太好了 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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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妈妈来接佩奇和乔治回家了 妈妈 爷爷帮我们把不顾鸟钟修好了 真是太好了 那是什么 这是我的旧电脑 我可不会修这个东西 它没有坏 我有一台新电脑了 我想你会要旧的这台 我不确定 我是不是需要电脑啊 哦 一台电脑 它能干什么呀 你可以用它打出字母 看着 奶奶 A B C D 还有数字 一 二 三 我担心我们会按错按钮 然后就把它弄坏了 哈哈哈 不用担心 你们是弄不坏的 只要你们不要喂它牛奶 或者是饼干 或者是果冻 哈哈哈 最棒的一点是 可以用它玩快乐小鸡的游戏 当你按下这个按钮 它就会下一个蛋 我很擅长玩这个游戏 但是乔治玩得最好 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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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很有趣 也许我们应该留下这台电脑 你说对不对 猪奶奶 再见 再见 你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研究一下电脑呢 猪奶奶 是的 我们去打几个数字 还有字母吧 佩奇和她的家人在吃午餐 我把旧电脑送给猪爷爷和猪奶奶了 这是好事 我想知道他们用的怎么样了 你好 我是小猪佩奇 啊 佩奇 我打来是想问一个和电脑有关的问题 是爷爷 他把那台电脑弄坏了 电脑到底出什么问题了 猪爷爷 上面全是鸡蛋 鸡蛋 能不能让快乐小金不要再下蛋了 出现故障 先把电脑关掉 然后再把它打开 现在好了吗 故障非常严重 听上去似乎不太好 也许修不好了 我们会过来把它拿回来 奶奶 我们是来把旧电脑拿回去的 哦 猪爷爷把电脑拿去小屋了 好了 这样就可以了 故障解除 太棒了 太棒了 我爷爷 最擅长的就是修理东西了 修起来很困难吗 一点都不难 我发现我有这本书 电脑工作的原理 所以现在不需要我们把电脑拿走了吗 不用 我还要用它来做非常重要的工作呢 打字母和数字吗 不是 我要超过猪奶奶玩的快乐小鸡的记录 我的记录是四千零二十个蛋 哇 所以我一定要更加努力才行 超过它 今天是上学的日子 孩子们 今天呢 仓鼠兽医要来给我们上课了 你们大家好啊 你好 仓鼠兽医 仓鼠兽医是一位兽医 谁知道兽医是干什么的 兽医是给生病的宠物治病的 说得对 我今天还带来了我的宠物给你们看看 这是一只鹦鹉 叫做冰奇 你好啊 冰奇 我能摸一下冰奇吗 可以 但是你要轻一点哦 感觉毛茸茸的 这个是它的羽毛 它们可以帮助它飞翔 飞翔是冰奇平时锻炼的一种方式 谁能够告诉我 冰奇还需要依靠什么来保持健康呢 冰奇需要吃东西 没错 它还需要喝水 说得对 它还需要呼吸新鲜空气 说得非常好 它还需要睡觉 你也说得很好 对不起 林阳夫人 我今天睡过头了 哦 佩德罗 你可真喜欢睡觉啊 是的 林阳夫人 我这里有一个宠物也很爱睡觉 原来是一只乌龟啊 这只乌龟的名字叫小土豆 你好 小土豆 知道吗 小土豆已经睡了一整个冬天了 哦 它为什么要背一个壳在背上呢 这个壳就是它的家 当它感到害怕的时候就会躲进去 你们想要摸摸它吗 是的 我想 不要害怕哦 小土豆 那么它现在几岁了呢 小土豆已经有三十一岁了 那它和我妈妈一样大 其实呢 乌龟可以活大概一百年的时间 那就和我爷爷一样老了 为什么它走路那么慢 因为它的背上背着它的房子呀 嗯 仓鼠兽衣 我觉得小土豆好像要逃跑 它不会走远的 因为它走得非常的慢 我还有一些别的宠物要给你们看哦 恐龙 哦 乔治 不管什么东西你总是说恐龙恐龙 哦 还真的是一只恐龙呢 哦 它并不是一只恐龙 它的名字叫露露 是只蜥蜴 你好 露露 它有鳞片 就像龙一样 那么它能够喷火吗 不能 但是呢 它有一条长长的舌头 哇哦 那么它也会像小土豆那样睡一个冬天吗 不会 哦 小土豆去哪儿了 小土豆 哦 糟糕 乌龟小土豆已经逃走了 别担心 藏鼠兽医 我们会找到它的 它会在音乐室里吗 小土豆不在音乐室里 它会在玩具屋里吗 小土豆不在玩具屋里 它会不会躲在外套的后面 小土豆也没有躲在外套的后面 我闻到小土豆的气味了 往这边走 狐狸弗雷迪的嗅觉非常的灵敏 瞧 小土豆在那里 小土豆爬上了一棵树 我最好找人来帮忙 这里是兔小姐的消防站 哦 有火琴 有火琴 这里是消防站 哪里着火了 我的小土豆爬到树上去了 你说什么 紧急情况 紧急情况 乌龟爬到树上去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这么喜欢爬树 要知道你可是一只乌龟呀 大家后退 小土豆 来吧 小土豆 太棒了 谢谢你了 兔小姐 这是我的本职工作 而我的工作呢 就是照顾这些宠物 冰淇和露露到哪里去了 哦 我不知道 它们都在这里呢 它们平安无事 圣诞老人的小屋 今天是平安夜 想要去看圣诞老人的小朋友 请举手 哇 哇 哇 那我们是不是要到北极去呢 没有那么远的 佩琪 但是爸爸 圣诞老人不就是住在北极的吗 我们比较幸运 它在圣诞集市上就有一个小屋 佩琪和乔治去集市上看圣诞老人 你们大家好 你好 请小朋友们坐上精灵列车 我们要去圣诞老人的小屋了 苏西 你想问圣诞老人要什么样的礼物呀 我还不知道呢 那么你想要什么礼物呢 我想要一个娃娃 能走路 能说话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闭上眼睛 那我也想要那个礼物 圣诞老人怎么会记得我们每一个人想要什么玩具呢 它可能会列一个清单 它的雪橇一定非常快 不然一晚上怎么会跑遍全世界呢 因为 那是超级雪橇啊 圣诞老人的年纪已经非常大了 它可能已经有几百岁了 它比我的爸爸还要老呢 圣诞老人的小屋到了 小朋友们 你们好啊 你好啊 圣诞老人 你们是不是都很乖啊 是的 那么你们的房间有没有保持整洁啊 是的 那你的呢 那当然了 现在可以过来告诉我 你们想要什么礼物了 我想要一个足球 谢谢 我想要一架木琴 校园片游戏 一套变魔术的装备 谢谢 一定要赛车 我要弹力学 咕咕咕咕 我想要火车 谢谢 一列玩具火车 不是 玩具火车 我要真的火车 那种我可以开的 可以有真的成客的火车 那我只能尽力而为了 小朋友们都说过了吗 还有我们两个没有说 真不好意思啊 你叫什么名字 我是小猪佩奇 我们以前见过的 哦 是啊 很高兴能再次见到你佩奇 那圣诞礼物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一个娃娃 能走路 能说话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够闭上眼睛 拜托了 嗯 我要的礼物也是这样的 非常的好 你知道我住在哪里的 是不是啊 哦 是的 你多大年纪了呀 我已经有好几百岁了 我就说吧 再见了 圣诞老爷 你们不要忘了给我留一个肉线派 还有 喝一杯饮料 我知道的 还要留一根胡萝卜给你的信录 哦 哦 哦 佩奇和她的家人离开圣诞集市开车回家去了 爸爸 我们为什么要带着这些箱子呢 我们要去猪爷爷和猪奶奶家里过圣诞节 但是那样 圣诞老人就不知道我在哪儿了 不要担心佩奇 圣诞老人她什么都知道的 奶奶你好 马上就要到圣诞节了 没错 我有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们 快来搅拌圣诞布丁 然后许一个愿吧 佩奇和乔治许下了他们的愿望 我想要赛车 哦 别告诉我是什么 这些肉线派和饮料都是给圣诞老人准备的 还有一根胡萝卜是给迅鹿的 嘿嘿嘿 有谁会在晚上的这个时间来呢 我们可是什么都不会买的啊 快乐与热闻 红尖日的旨意 是圣诞宋歌队 雪轻轻来下 圣诞节已到了 大家圣诞快乐 佩奇和乔治的睡觉时间到了 我小时候就是睡在这间卧室的 圣诞老人知道猪爷爷和猪奶奶住在哪里 是不是呀 哦 是的 他已经来过这里很多次了 晚安了 佩奇 晚安了 乔治 佩奇和乔治已经睡着了 等他们醒来 就到圣诞节了 爸爸是冠军 佩奇和他的家人在看电视里播的体育节目 跳得可真远呐 这是一个新的世界记录 妈妈 世界记录是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你在某方面是世界第一 也就是说你是冠军 你的名字会被记录下来 这里面的冠军有跑步的 跳高的 游泳的 我真希望这里面也能有你的名字 这里面真的有我呢 不会吧 真的 你的爸爸可是跳泥坑的冠军哦 哇哦 还没人打破我的记录 我想以后也没人能打破 下一个比赛项目就是跳泥坑 这一跳溅起了很多泥浆 事实上 我想没错 这是一个新的世界记录 哦 爸爸 你再也不是世界冠军了 大家肯定都会很伤心的 哼哼哼哼 我觉得大家一定有更重要的事要操心佩琪 猪爸爸 你的世界记录被打破了 大家都希望你能重新成为冠军 这件事很重要 是真的吗 是的 好的 我会努力的 明天开始 太棒了 但我必须要再去做一做跳泥坑的训练了 可是每一个人都知道怎么去跳泥坑的 爸爸 啊 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当冠军的佩琪 哦 猪爸爸 你是跳泥坑大师 爸爸 你现在是不是要去练习跳泥坑呀 并不是的佩琪 我一定要跟泥坑融为一体 什么 要想跳好泥坑 我就要像泥坑一样思考 爸爸 你需要练习跑步吗 不用 那么 你需要练习俯卧称吗 不 我需要睡觉 然后做梦梦到泥坑 今天是跳泥坑大赛的日子 猪爸爸穿上了他的跳泥坑专用运动服 真是糟糕 我找不到我的金靴子了 我把靴子送给了猪爷爷 让他在花园里穿 我的那双幸运金靴子居然变成了原意用的靴子了 你还有别的靴子 可它们是不一样的呀 你好啊 猪爷爷 还记得我给你的那双旧靴子吗 呃 是的 猪爸爸有急用想要回来 你有没有好好保管它们呢 呃 我有时候还给它们浇水呢 猪爷爷在猪爸爸的幸运金靴里种上了番茄 我们需要他去参加今天的跳泥坑比赛 没问题 我们就在那见面吧 所有的人都来看猪爸爸的跳泥坑比赛了 请欢迎你们的朋友我 土豆先生吧 好嘞 祝你好运猪爸爸 呜 可是你的幸运靴子在哪里呢 它们在这儿 谢谢你猪爷爷 我闻到了一股番茄味 好 现在有请猪爸爸来跳泥坑吧 猪爸爸正在思考 各就位 预备 跳 我一定要和这个泥坑融为一体 我一定要成为泥坑 哇 那个泥坑居然不见了 哈哈 所有的泥浆都跑到我们的身上来了 猪爸爸已经和泥坑融为了一体 大家都已经和泥坑融为一体了 这是新的世界记录 太棒了 我的爸爸是冠军 这一位是谁啊 我是小猪佩奇 知道吗 总有一天我也会成为跳泥坑的冠军哦 我已经在训练他了 哦 你在接受大师的训练呢 那你都学到了什么 嗯 如果你想要去跳泥坑的话 记住 你一定要先穿上你的 鞋子 克洛伊的大朋友 佩奇和他的家人 要去拜访他的堂姐克洛伊 我最喜欢和堂姐克洛伊一起玩了 克洛伊 克洛伊 哦 克洛伊 你们好啊 这是我的朋友们 松鼠西蒙 还有小熊贝琳达 你们可以叫我西 这是西蒙的简称 你们可以叫我贝 这个是贝琳达的简称 我是佩奇 我们就叫你佩 哦 还有这位他叫乔治 那我们就叫你乔 哦 你都没有跟我们提过 你还有小孩子亲戚克洛伊 我才不是什么小孩子呢 可你们两个年纪很小 我已经是大姑娘了 乔治才是小孩子 嗯 我们还是一起玩游戏吧 太好了 那么我们来玩捉迷藏吧 我们现在已经不再玩小孩子的游戏了 我们都已经长大了 那玩是或不是的游戏吧 是或不是是什么游戏啊 就是我来问问题 然后你来回答 这居然也是一个游戏吗 你绝对不能说是或不是 这太简单了 那么现在你们要玩吗 是的 哈哈 你刚刚说了是 嘿嘿嘿嘿 这不公平 我还没准备好呢 呗 那你准备好了吗 是的 啊哈 我又赢了 嘿嘿嘿嘿嘿 佩奇非常擅长玩是或不是的游戏 那么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了 你不会介意我问你什么问题的 对不对 我不会介意的 你觉得我能让你说出是或不是吗 我想你应该不能 哦 我放弃了 为什么赢的人总是你呢 很简单 你只要不去说是或不是 哈 我赢了 你刚才说是或不是了 哈哈哈哈 这个真好玩 我们来玩个别的游戏吧 你们玩过一个游戏 叫沙丁鱼吗 那是什么游戏 一个人躲起来 然后我们要一起去找它 这个挺起来 就好像是捉迷藏 但是 当你找到它时 你要悄悄的 然后也躲到那个地方去 直到所有人都躲到那里 就好像是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 那好吧 我们就来试一下 哈哈 乔治 那么你先去躲起来吧 嘿嘿嘿 一 二 三 乔治需要找一个地方去躲起来 九 十 躲好了吗 我们来找你咯 嘿嘿嘿 乔治 我看到你左摇右摆的尾巴了 嘿嘿嘿嘿嘿 佩奇和乔治一起躲了起来 嘿嘿嘿嘿 乔治 我找到你们咯 现在 克洛伊必须要跟佩奇和乔治挤在一起 嘿嘿嘿 原来你们躲在这里呀 现在小熊贝琳达也挤到里面去了 让让我 嘿嘿 我们像挤在罐头里的沙丁鱼 嘿嘿嘿嘿 大家都跑到哪去了 我们在这儿 哦 嘿嘿嘿 我们还是不要再跑来跑去了 没错 那么我们现在来放松一下吧 放松一下 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这样闲坐着 然后一起聊聊天 我喜欢聊天 什么都能聊 那我们就来聊聊音乐吧 我非常喜欢蓝调音乐 哦 我最喜欢的是红调音乐 我喜欢的是绿调音乐 我们都不喜欢儿童听的音乐 不不不 那么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呢 我最喜欢这个 我最喜欢这个 这可是大人的音乐哦 火焰 脑袋肩膀膝膝 膝胚膝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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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膝 脑袋肝膝膝膝膝膝膝 episode 耳朵嘴满和鼻子 大的肩膀�์膝脂 膝脂 大的肩膀膝脂 佩奇 乔治 我们现在该回家了 很快就能跟克罗伊再见面的 我下个星期 会去你家子里玩的 佩奇 我们也可以一起去吗 我们可以一起去吗 你们可以来 不过到时我们要玩游戏哦 我们很喜欢跟佩奇 和乔治一起玩游戏 太棒了 你还是可以和大家一起快乐地玩游戏 即使你现在已经长大了 过淘气 佩奇和乔治在斑马苏仪家里面玩 祖祖和莎莎在用彩泥捏一个丛林 乔治用彩泥捏了一只恐龙 佩奇和苏仪在一起玩过家家的游戏 你好啊 猴子先生 你想不想要来喝一杯茶呢 猴子说 好的 你知道暗号是什么吗 猴子先生 暗号就是请 可是我们还没有茶具怎么办 我们可以用那些彩泥来捏一套茶具啊 没错 乔治 可以把你们的彩泥借给我们用吗 不行 祖祖 莎莎 我们需要用彩泥给我们的茶话会制作一套茶具 不行 那你们可以帮我们做一套吗 那么我就来做一个茶壶 那么我们就来做茶杯 好了 现在猴子先生可以喝茶了 哦 这个茶壶实在是太软了 真正的茶具不应该是软软的 我的妈妈可以做一套真的茶具 因为她很会做淘气 哦 妈妈 你能帮我们做一套茶具吗 拜托了 有几个茶杯 还有一个茶壶 然后我们能往里面装水的那种 好的 跟我来 这里就是斑马妈妈做淘气的地方 我们来做一套茶具吧 这是什么东西啊 粘土 所有的淘气都是用这个做的 可这也是软的 就跟彩泥一样 我们要用软的粘土来捏出形状 不过一会儿它们就会变硬了 哦 斑马妈妈在淘气转盘上面 做出了一个茶杯 好了 一个茶杯 哇 这个看起来好像非常容易啊 你想来试一下吗 是的 我想试试 粘土摸上去粘乎乎的 全部都弄糟了 怎么办 在淘气转盘上做一个茶杯 一点也不容易 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做茶杯 首先我们要把粘土 搓成长条形状的 就像这样 像一条扭来扭去的虫子 我是扭来扭去的小虫子 我是扭来扭去的小虫子 我是粘土做的 我今天要做什么 一条扭来扭去的小虫子 接下来我们把粘土像这样叠起来 可是这样不就不平准了吗 接着我用手把它的表面抹平 然后再加上个手吧 这是一个茶杯 现在我们有两个茶杯了 没错 可一套茶具光有两个茶杯可不够 我们都来做茶杯吧 好的 恐龙 乔治 他自己做了一只恐龙 乔治总是这样 他就只会做恐龙 哦 真是一只可怕的恐龙 现在我们需要把茶具放到炉窑里烘干 炉窑就好像是一个烤箱 它会烘干粘土 让粘土变硬 再装上水吧 这个是世界上最棒最好的茶具组合了 所有人都知道 有恐龙的那套茶具才是最好的茶具 茶壶 世界上最大的泥坑 佩奇和乔治睡觉的时间到了 外面的雨下得好大呀 这就说明天就会有泥坑给我们跳了 哦 太好了 你从没见过下这么大的雨 现在是早上 太好了 去掉泥坑了 哦 你好啊 鸭太太 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哇 大雨引发了一场洪水 现在我们的家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孤岛 你好啊 你看我这就来了 哦 哦 这儿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水 那我们怎么去买食物呢 那就只好让爸爸一个人游泳去超市了 呃 猪爷爷开着他的船来到了佩奇家 啊哈 你们好啊 今天是个适合杨帆的好日子 呃 是的 我们要开船去超市 你们要带点什么吗 是的 拜托了 可以帮我们买一些番茄 还有意大利面吗 番茄 还有意大利面 鹦鹉玻璃会重复他听到的每一句话 玻璃可以当我们的购物清单 谁是聪明的鹦鹉啊 哦 谁是聪明的鹦鹉 我们可以一起去吗 拜托了 上船来吧 嘿嘿嘿嘿 哈哈哈哈哈 快看 那个地方就是小羊苏系的家啦 嘿嘿嘿 我们准备要去超市 需要给你们带点什么吗 妈妈 我们需要买点什么东西吗 是的 我们需要晚餐吃的食物 买巧克力吧 谢谢 好 巧克力 你好啊 丹尼 你好啊 佩奇 我正在给我的爷爷帮忙呢 我们在给大家提供救援呢 今天是个救人的好日子 需要帮你们从超市带点什么吗 也许我需要一份报纸吧 还有漫画 一份报纸 漫画 爷爷 水里面那根棍子是什么东西啊 啊 是潜水艇 大家都做好准备 你们好啊 我的伙计们 是兔爷爷开着他的潜水艇来了 这真是个扬帆起航的好日子 还有这样的大海 还有天空 让我想到了一个故事 需要帮你买些什么东西吗 是的 请帮我买奶酪 奶酪 猪爷爷的船终于抵达了超市 你们好 今天真是安静的一天 你们是我的第一批顾客 大概是因为洪水的关系 有点好笑对吧 只是下了一点小雨 大家就都待在家里了 你们需要点什么 玻璃有购物清单 谁是聪明的义务 谁是聪明的义务 哦 糟糕啊 玻璃忘记要买些什么东西了 幸运的是 我还记得所有人要买的东西 来了来了 谢谢 佩奇 你真是个好孩子 报纸 还有漫画 谢谢你 佩奇 谢谢你 佩奇 还好有佩奇去超市帮我们买东西 否则晚餐什么吃的也没有了 这是你们要的巧克力 这下我们晚餐有吃的了 妈妈 佩奇和乔治终于回到了家里 睡觉的时间到了 现在是早上 洪水已经退去了 但是留下了一个非常大的泥坑 是泥坑 我想这个泥坑 可能是优势以来世界上最大的泥坑 工作和娱乐 今天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啊 这么好的天气就该什么都不做 猪爸爸喜欢什么都不做 爸爸 今天你不需要去上班吗 不需要佩奇 今天是星期六 猪爸爸星期六是不上班的 猪爸爸 你上班要迟到了 但是今天是星期六啊 猪妈妈 难道不是 不是啊 今天是星期四 啊 哎哟 猪爸爸星期四是要上班的 一会儿见 再见 可怜的爸爸必须得去上班 妈妈比较幸运 你可以一整天都在家里玩 我可没有在玩 我在用我的电脑工作呢 乔治喜欢玩快乐小鸡的游戏 乔治 如果你想玩快乐小鸡的话 就要等我把工作做完 哦 羊妈妈和苏西过来接佩奇 一起去上幼儿园 你好啊 佩奇 你好啊 苏西 在幼儿园里玩得开心 再见 妈妈 努力工作 杨女士 你要工作吗 还是只要玩 我今天会非常努力地工作的 我一会儿去健身房 你在健身房里干什么呢 跑步 跳高 还有跳绳 妈妈 你这可不算是工作 你这是在玩 佩奇和苏西到了幼儿园 嗨 大家好 你好啊 佩奇 你好啊 苏西 好了 孩子们 今天我们要来玩开商店 谁来做商店的主人呢 我 我 我 佩奇和苏西 你们来做商店的主人 其他人呢 可以做客人 佩奇和苏西准备来开一家 假想的商店 佩奇 我们要来做点什么呢 我就来负责收钱吧 苏西 你呢 就负责拿东西过来 好的 小狗丹尼是第一个顾客 你们好啊 老板 你好啊 狗先生 能给我来点饼干吗 谢谢了 苏西 我们这里有没有饼干呀 没有 但是 我们有一个玩具电话 那这个电话要多少钱呢 这个玩具电话的价格是一百块 谢谢你 好了 下一位 你们好啊 老板 能给我来点面包吗 谢谢 没有 但是你可以考虑买这个玩具房子 你想要把它放在袋子里吗 好的 谢谢你 总共是一块钱 谢谢 哦 但是我没有这么多的钱啊 你下次来的时候再付给我们吧 天哪 这就是努力工作 是的 你们好啊 老板 请问你们这里有没有价值一百万的东西呢 苏西 我们这里有没有价值一百万的东西卖呢 嗯 一根胡萝卜 好的 谢谢 小图瑞贝卡喜欢胡萝卜 放学时间到了 猪爸爸来接佩奇和苏西回家 爸爸 你今天工作忙不忙呀 忙啊 我今天工作非常努力 我们今天也在非常努力地工作哦 我们两个当了商店的老板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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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这样 写完了 然后打电 猪妈妈完成了她的工作 好了 乔治 这个时候我们或许可以玩一会儿快乐小鸡了 因为工作完成了 淘气的妈妈 你竟然在玩快乐小鸡的游戏 那是因为我和乔治完成了工作呀 是不是 乔治 我们都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让我们一起玩吧 太红 佩奇和她的家人开车去山上兜风 我们是不是马上就到了呀 还没到呢 佩奇 来玩个游戏吧 看到我们最喜欢的颜色的车就喊出来 好的 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绿色 我最喜欢的是橙色 我的是红色 乔治 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呀 蓝色 乔治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 那我们来看看什么颜色的车先过来 好的 小猫坎迪坐着绿色的车来了 绿色 那是我最喜欢的颜色 我赢了 你好啊 坎迪 秘如 你好啊 佩奇 小狗丹尼坐着狗爷爷的拖车来了 橙色 那我赢了 你好啊 丹尼 你好啊 佩奇 又来了一辆车 那是苏西呀 你好 你好 佩奇 蓝色 是的 乔治 那是辆蓝色的车 所以你赢了 这个游戏太没意思了 我们居然一辆红色的车都没有遇到 有辆红色的车就在身边呢 佩奇 在哪儿 我们的车子是什么颜色的呀 是红色的 我赢了 我赢了 佩奇一家已经到了山上 等我们到了山顶之后 风景一定很美 我们到了 太好了 看着明媚的阳光 宜人的景色 哦 糟糕啊 突然下雨了 美丽的景色到哪里去了 那儿的景色不错 这里是兔小姐的冰淇淋店 你好啊 兔小姐 你好啊 祝爸爸 给我四个冰淇淋 那么 你要什么口味的呢 薄荷 橙子 草莓 还有蓝莓味 谢谢 好的 嘿嘿嘿 看看我买了什么来 是冰淇淋 哦 哈哈 是我们最喜欢的颜色 说得没错 我的是绿色 我的是橙色 我的是草莓味红色的 还有调制的是 蓝色 看呐 太阳出来了 赶 还有其他的东西也出来了 是彩虹 貝奇和乔治喜欢彩虹 我们能够在下着雨 并且还有太阳的时候看到这种彩虹 哦 我们最喜欢的颜色都在上面 没错 有红色橙色 以及绿色还有蓝色 那你们知道 在彩虹的尾巴上 能看到什么吗 不知道 可以找到宝藏哦 那我们可以去找宝藏吗 就现在 好的 彩虹的尾巴看起来 好像就在下一个山顶上 我们走吧 我们到了 我们的彩虹去哪儿了 它跑到下一个山坡去了 真是调皮的彩虹 快 我们去追它 雨已经停了 彩虹也已经消失了 别担心 乔治 说不定彩虹给我们 留下了什么宝藏呢 那里好像有什么东西 你找到彩虹的宝藏了吗 是的 我找到了 一个大大的 你看 太好了 这真的是最好的彩虹宝藏了 咱 witness里 对 看着真的 你一个警察 你 我们 是